财团法人 博佑社会福利基金会 数学教学影片 108年国中数学教育会考 选择题 第20题 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某旅行团他到森林游乐区参观 那下表呢 为两种参观方式与所需的缆车费用 好 来 这个表呢 是某一个旅行团他到森林游乐区 他参观的方式 以及缆车的费用 那参观的方式呢 有两种 第一种是去城以及回城 他都是搭缆车 那他的缆车费用是300元 同学 这里补一下好了 他是说一个人300元 好不好 那另外一种呢 单程搭乘缆车 单程步行 那这种方式呢 他缆车的费用 好 这里补一下 一个人200元 好不好 也就是说第一种方式 他等于就是缆车是买来回票 那来回票 他当然比较便宜嘛 就是一个人300元 300元是两张哦 来回哦 好不好 那你今天如果是买单程票 你做去 或者是做回来 只选一种 只买单程票 他就是一个人是200元 对不对 那刚刚为什么说买来回票 有比较便宜 因为你单趟是200元 如果是双趟 两趟应该是要400嘛 对不对 但是我同一个人 我买来回票 比较便宜 变成300元 好不好 好 来 那再来呢 以致旅行团的人 每个人 皆从这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一种 好 来 所以旅行团里面的人 是不是买来回票 或者是买单程票 好 有没有人是 去的时候也是走路 回来的时候也是走路 没有哦 题目说 旅行团每个人 都是从这两种方式中选一种 好 那而且呢 去城有15个人搭乘缆车 回城的时候呢 有10个人搭乘缆车 那如果他们的缆车费用 总花费为4100元 那则此旅行团共有多少人 哦 四个选项 ABCD 看看这一个旅行团 它到底有多少人 好不好 好 来 那我们现在 试着来解解看这个题目 好不好 好 来 那同学 他参观的方式是不是有这两种 对不对 第一种 去城跟回城都是搭乘缆车 第二种呢 单程搭乘缆车跟单程步行 同学 我们先将第二种 再划分 划细分一点 好不好 其实第二种 它包含了什么 你看第一种有去城跟回城哦 所以这里讲单程 单程 是不是有可能讲去城或者回城 对不对 所以第二种方式 单程搭乘缆车 单程步行 我们又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 去城的时候 它是搭乘缆车 然后回城的时候 它是步行 好 跟另外一种 去城的时候 走路 也就是步行 那它是回城的时候 搭乘缆车 所以 其实 参观的方式 是分为去城及回城均搭乘缆车 然后呢 去城搭乘缆车 回城步行 然后呢 去城步行 回城搭乘缆车 虽然说这个表里面 只有两类 但是其实 细分的话 会有 一 二 三 三种 好不好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去城的时候 有15个人搭乘缆车 回城的时候 有10个人 搭乘缆车 诶 那同学 我们知不知道 去城及回城的 都是搭乘缆车多少人 去城搭乘缆车 回城步行 多少人 去城步行 回城搭乘缆车 多少人 诶 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如果 假设 去城及回城 均搭乘缆车 他的人数呢 X人 对不对 诶 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啊 去城有15人搭乘缆车 诶 表示 他回城是不是不行 是指这一种吗 诶 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哦 诶 state阳 诶 state阳 诶 正 货 诶 正 货 诶 易货 诶 诶 诶 同学 这里是填这里的15人吗 想一下 诶 不一定哦 为什么 因为题目只有说 去城有15个人搭乘缆车 诶 这会有什么情况 去城15个人搭乘缆车 这15个人当中 去的时候是搭乘缆车 回来的时候 他有可能怎样 也是搭乘缆车 或者呢 他回来的时候 他是用步行的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不能写15 诶 那到底要写多少啊 而且 待会我这里写一下哦 所以这里 另外一种在这嘛 去城步行 回城呢 他是搭乘缆车 诶 那这种情形 他是几个人呢 去城步行 回城搭乘缆车 诶 题目有说的 回城有10个人搭乘缆车 诶 所以这里是填10个人吗 诶 也不一定哦 因为 诶 题目只有说回城的时候 10个人搭乘缆车 所以这10个人里面 他是回城是一定是搭乘缆车哦 诶 那他 去城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可能搭乘缆车 去城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怎样 他有可能是步行走路的哦 对不对 所以这里不能填15 这里也不能填10 那到底要填多少啊 来 同学 我们来 看一下这里 好来 这一个 红色的圈圈 代表 呃 去城的时候 15个人搭乘缆车 哦 然后呢 蓝色的圈圈 代表 回城的时候 10个人搭乘缆车 好不好 好来 红色的 叫做去城 搭乘缆车 蓝色的呢 蓝色的呢 叫做回城搭乘缆车 咦 那同学 中间这里 重复的地方叫什么 很好 是不是去城回城都搭乘缆车的 对不对 那我用黄色的部分再把它描一次哦 好 黄色的部分 它叫做 我把它拉下来写哦 去城 回城 都是搭乘缆车的哦 好不好 好来 那我们假设 去城以及回城均搭乘缆车有X个人 对不对 那我这里 就是X个人 好不好 那题目说 去城 这里15个人 诶 那我如果扣掉 去城回城都搭乘缆车的X人 那剩下这里红色的 缺一角这里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什么 是不是去城 搭乘缆车 回城呢 步行的人 对不对 好 去城搭乘缆车 回城步行的人 就是这一块 这个区域 好像一个月亮被咬了一口 好不好 好 所以这里多少人 题目说 本来红色的这个圈圈 15个人 我扣掉这个X 是剩下这里 所以 去城搭乘缆车 回城步行的 是15 减掉X人 对不对 所以这里 去城搭乘缆车 回城步行的有 15 减掉X这么多人 对不对 那同学 蓝色本来这个圈圈 它是回城搭乘缆车的 有10 10个人 对不对 那我如果扣掉这个X 原本的蓝色这个圈圈 10个人 被咬了一口挖掉了这个X 好 这个形状 它是 去城 步行 回城呢 搭乘缆车 对不对 那十字就只剩下 10 扣掉X 这么多人 对不对 所以 去城步行 回城搭乘缆车 它就剩下 10-X 是 这么多人 好了 那各位同学 这里 分成了三个区域哦 一个是左边这一个 红色的部分 它本来是一个圆 它被挖掉了一块 这里是 去城 缆车 回城 步行 中间这一块呢 它是 去城 回城都搭乘缆车 右边这一块呢 本来一个蓝色的 那被挖掉了一块 它是 去城 步行 回城搭乘缆车 诶 那如果三块加起来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 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样子一个形状 里面的15-X加上S加上10-X呢 是不是表示 就是我所有 这一个旅行团的 人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题目说的 所有的人都是用这两种方式选其中的一种 这两种方式 表上的这两种方式 但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拆成的这两种 对不对 也就是 左边 这一种 跟右边这一种 对不对 好来 所以我待会 题目 此旅行团 共有多少人 是不是就是 把15-X加上X加上10-X这么多人 对不对 也就是把这三个相加吗 对不对 所以 那我这里也写一下 所以 此旅行团 共有多少人呢 然后 X加上X加上15-X再加上10-X那总共是多少人啊 总共是不是15加10是25对不对 然后呢 X-X没有了 是减掉一个X 是不是总共是这么多人 对不对 哦 那我们这也把它刮起来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假设了 去程回程 均搭软车X人 去程搭软车回程步行15-X人 去程步行 回程搭软车10-X人 这个旅行团总共有25-X人 哦 这是我目前知道他人数的分法 好不好 好 那来看一下 题目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还没用到 搭乘缆车的总花费多少钱 是4100元 对不对 好来 那搭乘缆车 分成两种价钱嘛 来回票 一个人300元 单程票 一个人200元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列试 是 来回票 一个人300元 啊多少个人买来回票 是不是这里 去程及回程均搭软车X人 这X人是买来回票哦 所以一张300元 我X个人买来回票 是需要300乘以X这么多元 对不对 再来呢 买单程票的 一个人200元 单程票又分成这两种 第一种 去程搭软车回程步行 去程搭软车回程步行多少人 15-X人 那 单程票一张200元 对不对 然后呢 15-X个人 所以 是不是200乘上15-X这么多元 对不对 那单程票还有哪一种人 去程步行回程缆车 他一张票也是200元哦 他在这 去程步行回程搭缆车是10-X人 那一张单程票200元 10-X人 10-X个人买是这么多钱 对不对 好嘞 去程回程都搭缆车的这么多钱 去程缆车回程步行这么多钱 去程步行回程缆车这么多钱 那总共 花费多少钱 4100 所以等于 4100 那同学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列出了这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式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解这个方程式好不好 看看S多少哦 所以300X 加上 这里分配率乘开 200乘以15 3000 那200乘以X 减掉 200X 加上 这里 也分配率乘开 200乘以10 2000 然后 200乘以X 好 减掉 200X 那等于 4100 对不对 好来 那再画减一下 左边 等号的左边这里 300个X 减掉200个X 再减掉200个X 好 所以是 所以是 負的 100X 等于多少呢 来 这里 3000 这里 2000 加起来是5000 5000 移过来 4000 1 减掉5000 是不是 -900 对不对 所以 最后 我算出来的X呢 是不是等于9 对不对 那9是最后的答案吗 不是哦 9是来回 去城回城都搭缆车的 9个人 但是呢 我今天题目问的是 旅行团总共多少人 总共多少人在哪里 诶 车车 此旅行团共有 这里 25-X人 好 所以 是 旅行团 总共有多少人呢 25-X 所以 是16人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4个答案 我们要选哪一个选项呢 好 16人 所以答案选择A 这个选项 好 同学 好 好不容易 我们 找出了答案 好 选择的是A 这个选项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博佑基金会